哈囉大家好我是曲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為什麼台灣的外送會亂成這樣子 那其實外送這個產業在台灣大概已經有30多年的歷史了 只是早期有提供外送服務的就只有店家單方面 所以從接單製作到外送都是全權由店家自己來處理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還多出了一個第三方的管道 所以你會發現以前比較少會有那種消費糾紛 也很少聽到有外送員因為搶快而出車禍的 那最主要的原因當然還是因為早期的外送比較單純 但是近幾年來台灣開始引進所謂的外送平台 像是熊貓或是UberEat之類的 其實這本來應該是好事一件 因為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我們終於不用再把外送局限在 Pizza、素食、便當或是手搖飲料上面 而且再也沒有低消這種鬼東西 這也讓很多單身狗終於有了叫外送的權利 而站在店家的角度來看 雖然它的成本會變高 但就整體來說 薄利多交還是會有一定的利潤 而且對小店來說還可以提高它的知名度 正常來說平台的引進應該要是個雙贏的局面才對 但事實上近幾年來因為外送而引發的消費糾紛 反而是比以前要高出非常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傳統外送和平台外送會有那麼大的差異 這點我們要先從外送員開始講起 因為早期外送員的薪水大部分是採用十星制加外送獎金 而重點是這個外送獎金非常的廉價 一般來說只有10塊上下 而平台的外送員則是零底薪 完全是依靠外送獎金 但是每送一趟大概可以得到60塊左右 那如果我們以十星160塊來舉例 然後這兩種外送員都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送四趟餐點來說 那麼傳統外送員就可以賺取160加40大概200塊錢一個小時 而平台的外送員則可以賺取60乘以4大概240塊錢一個小時 乍看之下你會覺得40塊而已好像也沒差多少啊 但是如果是在非餐級的冷門時段 比如說一個小時只能送一趟 那麼傳統的外送員還是可以賺取160加10也就是170塊 但是平台外送員則會變成60乘以1也就是60塊 這個就會有很明顯的落差 所以對傳統外送員來說 他們並不會那麼的渴望有外送 反正就算一趟也沒有我還是有保障的時薪 所以就算路上遇到塞車或是送到路途比較遙遠的地方 又或者要送到那種車停在社區大門口 然後客人剛好住在這個社區最雞巴後面的那一棟 然後還有等電梯送到最頂樓 他們也不痛不癢 但是對平台外送員來說 他們可是分秒必爭 因為他們沒有底薪 所以當他們送到指定地點後 他們會巴不得你已經在樓下準備取餐了 因為對平台外送員來說 進到社區換證件要花時間 通知客人到樓下取餐要花時間 走到客人要住的那一棟大樓要花時間 爬樓梯要花時間 等電梯也要花時間 而每浪費一分鐘 他們就少了一分鐘可以接單的機會 所以對不熟悉平台外送的消費者來說 他們會有一種想法 以前我叫披薩吃的時候 從來也沒聽過外送員在靠腰啊 為什麼你們這些平台外送員 爬個樓梯浪費你們兩分鐘 好像要了你們的命一樣 這個就是一般消費者不了解的地方 再來傳統外送員和平台外送員 還有五個最大的區別 第一個就是罰單的問題 因為傳統外送員除了自己超速或是闖紅燈之類的罰單之外 剩下的都是由公司來買單 所以遇到那種全部畫紅線的馬路 既然客人要我送到家門口 那我就隨便亂停 反正就算被開單公司也會負責 但對平台外送員來說 停在人行道或紅線內的罰單 他們是要自己吸收的 如果被開一張單 可能今天一整天都做白工 每次遇到這種的 心裡都很像在賭博一樣 所以遇到那種住在市中心的客人 底下都是紅線然後警察又多 而客人又打死不願意下來取餐的時候 兩邊就很容易吵架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加油錢和維修保養費 因為傳統外送員所騎的外送車 幾乎都是公司車 不論是加油錢 例行保養或是抱胎等 都是由公司來負責 而平台外送員則是要由自己來處理 所以如果今天消費者是住在那種偏遠的地方 甚至連柏油路都沒有 而是泥巴和小碎石路的話 當外送員騎到你家 那個避震器一直上上下下跳動 你認為他送到你家時 還會給你個好臉色看嗎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出車禍 因為不管我們騎著騎著再小心 你也不能保證別人會不會來撞你 而對傳統外送員來說 騎車被人撞到 只要雙方沒出什麼大事 他反而會覺得賺到了 因為等待警察來的時間 還有現場鑑定的時間 去警局做筆錄的時間 甚至是去被送到醫院的那段時間 你的時薪還是一樣照算 說句難聽一點的話 真的是躺著就有錢可以賺 但是對於平台外送員來說 出一場小車禍 就算是別人撞到他 他也會白白浪費掉那些時間 更別說因為車輛損壞 而導致他接下來這幾天 無法工作所造成的損失 而且還要看對方願不願意主動賠償給你 如果對方不願意 你還要去向對方做民事提告 然後再走漫長的法律程序 再來是第四點 就是外送員對產品的熟悉程度不同 因為傳統外送員 除了外送的時候會出門之外 剩下的時間幾乎都是在店裡幫忙 對自家的餐點當然會比較了解 所以在出門外送之前 他可以再一次檢查是否有漏掉東西 而平台的外送員 不可能會同時熟悉幾百家店的餐點 所以店家只要拿給他什麼 他就收什麼 這樣就容易造成送給消費者餐點的時候 會漏掉一些小東西的情況發生 接下來是第五個問題 兩邊外送的服務範圍差很多 因為傳統外送員的服務區域 會比較固定也沒那麼廣 也就是對老手來說 他可能光看到客人的柱子 就可以馬上知道是哪一個社區 甚至知道是社區的哪一棟 而社區的警衛也常常看到他 送久了自然會比較熟一點 所以會給這些外送員一些方便 比如說不用換證件 不用留下鑰匙之類的 甚至心情好一點還會跟外送員說 你放在一樓大廳就可以 我在通知客人下樓就好了 但是對於平台外送員來說 他們的服務區域太廣 所以常常要多花時間在找路上面 然後好不容易到了這個社區 而每間社區的規矩又不太一樣 他又要再重新適應一次 最糟糕的地方就是 對社區警衛來說 我一天要看到幾十個不同的外送員 我哪知道你有沒有來過 所以警衛也會覺得外送員很煩 因為他光是在那邊跟你解釋 A洞在哪裡 F洞要怎麼走 就要花上一段時間 尤其是在參崎那種尖峰時段 住戶開始陸陸續續下班 他還要處理掛號信包裹之類的 然後你又問他那種 他認為你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口氣怎麼可能會好呢 所以我們也常常看到警衛跟外送員吵架的事件發生 然後外送員又把氣出在客人身上 導致一個不愉快的循環 所以基於以上這些差別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消費者本身的想法並沒有錯 因為以前的外送員就是這樣 不但可以免費幫你送上樓 還不會跟你靠腰 而現在變成了 我需要額外多花一筆外送費 但是反而外送員送到我家 還會跟我叽叽歪歪的 如果你是消費者當然會不爽 所以平台外送所引發的消費糾紛 其實是來自於 消費者不了解平台外送員的心酸 依然把標準停留在傳統的外送 而平台的外送員 則是對這一個職業抱有過多的憧憬 認為自己離開原本的公司 跑來做這一行 就是要月入十幾萬才會甘心 任何擋我才入的人 哪怕是外送的公司 合作的店家或是消費者都該死 所以如果你是個消費者 那麼你應該要做的是去了解 傳統和平台外送的差異 如果你本身沒有行動不方便 或是家中沒有年用的孩童要照顧 那麼麻煩請你在外送員快到你家時 主動下樓並且把零錢準備好 不要把外送員當成是便利商店 拼命丟簽鈔給他們找 然後也麻煩請把住子寫清楚 不要連自己家住哪裡都不知道 有那種住一段寫成七段的 還有那種住在217號卻寫成712號的 你當外送員是神嗎 然後等到外送員找你家找了半天 對你開罵時 你又跑去客訴人家 說什麼客人罪大之類的鬼話 但如果你是個平台的外送員 那麼你也應該要擁有這一行 所該有的職業道德 該排隊等餐的時候就請你耐心的等 塞車的時候不要急 該送上樓的時候就請你送上樓 這個也沒什麼好抱怨的 因為是你自己把這行想得太美好 請試著換個角度想一想 你為了自己的方便而趕時間 在那邊急吹油門急煞車 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危險 再來如果你今天是個消費者 你會希望收到餐點時 外送員的臉是臭的 披薩是歪的 然後鹹酥雞被偷吃或是飲料都灑出來嗎 我想你應該也不希望吧 再來那些外送平台的公司也麻煩別鬧了 整天在網站上那邊圍後欄 什麼外送員單日最高紀錄100趟 我就跟你算一天跑12小時就好了 換算下來每個小時平均8趟多 你有種就要自己下來跑看看 我看你能跑幾趟 不要用那種下流的招數 找那些帥哥美女來拍真人廣告 畫個大餅去騙那些新來的外送員 就是有你們這些人才會害外送員整天趕得跟鬼一樣 還有如果你是店家的話也麻煩一下 如果生意太好來不及出餐 請你把平台給關掉 不要在那邊又愛賺錢又愛閒 忙不過來就不要硬接 讓那些外送員等個二三十分鐘 然後還對那些外送員大小聲 人家也只是混一口飯吃而已 又不是你家的狗 最後如果你是社區的警衛也請麻煩一下 那些外送員又不是這邊的住戶 他們怎麼可能會知道哪一棟在哪裡 不要每次都只跟外送員說 啊B棟喔 那你就先進去 然後再左轉再右轉再右轉再左轉 之後再側身轉270度你就會看到了 如果你真的嫌麻煩 建議你可以印一張社區的路線圖 然後貼在大廳的明顯處 不要故意去刁難那些外送員 因為不要忘記了 雖然你不知道那些外送員住在哪裡 但他們可是很清楚知道你在哪裡上班 影片的最後我想告訴大家 職業本來就沒有分貴賤 其實我們只要做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學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思考 那麼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 其實比你想像的還要殘酷許多 這次的課程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羅 先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用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橘羅 碎碎念 我們下次 見